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2月20日 剛剛我跟這位Micky 黑超仔做了一個直播 去解釋為什麼我們需要 去建立一個黑超義工隊 以及建立的目的何在 還有就是去解釋 網友對我的疑問 先詳細一下 其實這次我們最主要的 期盼就是希望 將口罩送給一些 有需要的人 因為15個口罩 雖然對你們來說不算是很多 但是我想都可能 夠你們頂嚴眉之急 我們真是很不好意思 在這方面 我們盡了我們最大的量力 每個會員只可以派到15個 是 Sorry Micky 打斷你 如果你是沒有需要口罩的話 我也非常歡迎你加入我的議工隊 如果你甚至乎 是有得捐口罩給我的話 我們是非常歡迎 因為有很多長者 以及一些基層的人士 他們連一個罩都沒有 對啦 所以我們會繼續努力 再去組織多一個送陣的活動 對啦 所以如果你捐了給我們 你也不用擔心 因為你加入了我們議工隊的話 當我們轉陣你所捐陣的東西 那一刻 你就是成為我們的一份子 耶 還有這次真的很對不起 我們真的比較闖撤 還有我們在這方面的知識 還有經驗 經驗是差一點的 對啦 我們在這方面比較亂的 第一次做這件事 所以希望大家 首先對我們要有信心 我們也很感謝你們 對黑超哥這麼大力的支持 所以希望在這方面 你們不要再有這麼多疑慮 你們的資料是資料 絕對絕對是會保密 對啦 只是供我個人參考用途 都再說一次 就是因為人家在做這件事 那我就要做 我不知道做來做什麼 但是人做我就做 總之 我們保證所有資料絕對保密 還有希望將來有機會 我們可以更多的活動 一起為社會再做多些貢獻性的事情 還有其實我們每年 每年舉辦一個勵志團 現在我有了大家的溝通渠道的話 日後動員一起去做這些事情 或者給這些優惠會員 都簡單方便 直接一點 當然剛剛有朋友問過一個問題 咦?如果把一些 真的不同政見的朋友進來 我們又可以怎樣處理呢? 其實沒有問題的 如果你說你是不同政見 你說你是佔中的 你說你是佔旺的 但是你沒有口罩 你也歡迎 是請你們快點力 因為這件事不是鬥氣的時候 是希望你們 是假決你們日常生活 面對這些困境 沒錯 現在口罩如同空氣 你沒有口罩 你就沒有安心的空氣 還有請你們 給我們多一個機會 了解一下我們這邊 看看我們是否值得被你罵 還是值得和我們做一個朋友 我們不希望和你們有這麼多的仇恨 再在那裏產生 因為今次的疫情 我們亦都經歷了 新離死別的時候 我們應該有些事情 懂得放下 有些事情懂得珍惜 希望你們可以給我們一次機會 可以重新建立一個關係 藍王 在香港存在得太過厲害了 分裂性太過大 極端走得太遠了 我們希望這個疫情 我們雖然覺得是很痛心 亦都是未曾面對過的困境 但是亦都希望我們可以和州共濟 安然到過這次疫情 齊心抗疫 齊心抗疫 共創美好將來 是的 希望我們很快很快 就可以將口罩派發 因為最重要你們的配合 如果你們盡快將資料填齊給我們 我們盡量可以安排到 十天至十天以下 其實大約是這樣的 現在我的quota就是1200人 已經有700人登記了 我還有500個位置左右 希望大家可以盡快填滿給我們 讓我們可以好好組織 好好分配各下所需要的物資 盡快到你手 這是我們今次今次最主要的目的 是的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物資已經進行包裝了 所以希望大家 你參與了都無所謂 你可以 介紹你的朋友參與 我也不介意的 總之我只有1200個名額 早一秒拿口罩 早一份安心 希望你們盡量配合 多謝你們 最後不要忘記黑超五大訴求 分別就是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即是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Like我的短片 記得Share我的短片 記得要留言讚好 還有最後不要忘記訂閱旁邊的鈴鐺 當然 如果你們真的有長者的朋友 不懂得怎樣做登記的話 麻煩你們幫幫忙 或者你們跟我們聯繫 或者inbox黑超哥 看看他們有沒有機會 私人的幫他們搜尋一下 我們很希望 因為他們的抵抗力比較弱 我們很希望他們是受到最大最大的保障 最大最大的保護 記得inbox黑超哥 他有辦法一定幫到你們 對 還有最後 如果大家 因為很多朋友都跟我說 我不需要口罩 我只是想做會員 多多這些都無所謂 多了的話 有剩的口罩 我們就會第一個義工服務 就會去派口罩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 如果你有多 千萬千萬希望你們都不要拿 給了有需要的人先 不要跟別人爭 解決了我們目前的需要 多謝你們 好 最後 就是我突然想起的 因為 我看到李子敬 他們K一百個都有說 就是如果你是長者的朋友 你小心 你家裡的青年朋友 拿了你的電話 去un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因為 是真的發生了這件事 所以希望大家 各自各有自己喜歡 喜歡看的頻道 不要控制別人 大家也不要 不小心地被剷除了 定期按入我們 男人方也好K一百的頻道 看看自己的訂閱 是否還存在 還有記得我 黑超五大訴求 多謝各位 希望你們接受 我們這份小小心意 多謝 Thank you 拜拜 拜拜